老高明年加密货币会涨回去吗 最近已经赔着吃泡面了 加密货币啊 我在这个会 你没有看我的会员影片吗 会员影片里有提 就是讲那个比特币会不会涨到 亿元的那个影片里有提到 就是说虚拟货币涨是一个趋势啊 就是它的这个结构注定了 它必须得涨 它不涨它就完了 它就要消失了 现在问题是它是要玩还是要涨的问题 这个呢就不好说 因为它玩不玩 不取决于它的架构 它的结构决定了 它想玩还要很久 就是说在自然情况下 它是不会玩的 但是问题就是会不会人为造成它玩 它本身这个区块链的结构 按理来说人为是不可以干预 去中心嘛 但是实质上 你想网络也是人为架构的 而且人这个国家要法律 虽然控制不了网络 但是它能控制人啊 就像现在虚拟货币 因为在很多国家被认定为不合法 是吧 现在也没说它是违法 它只是非法的部分的话 那这个就很难了 像在那些国家住的人 你想想你在那个国家住的话 你就不能够操作这些东西 是吧 你想要获得或者什么 本身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法律上的风险